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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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時間 你們可以看到的時候說是 清晨 三點以上 英美時段 我們先說閉 跟著香港時間早上 我會講一節有關 美國國務院的一個新的變動 所謂China House的性格 但是我開始講閉之前 有些人可能留意到 YouTube香港有什麼人氣創作者 那個我覺得這個排行榜是有問題的 其實我之前想公開炮軍這個排行榜 我就不玩這個遊戲的 OK 因為你也知道這裡是Programmatic的 Programmatic也不看過它 所以我就沒什麼所謂 我的頻道 但是我看到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第一 有一條擺明的居碼 其實它的位置放在新加坡的頻道 叫做老高與小末 那個是中國的頻道 為什麼要放在香港十大呢 喂 喂 你這樣夾帶私訪不通啊 香港YouTube 這是第一 第二 有部份頻道是沒有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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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跟人爭論了很久 Google 香港 我就覺得整件事很胡鬧 你的所謂人氣 你是怎樣定的 真的數據 因為我看數據又不是那回事 你說根據Google 的資料 Where is your data? 如果我弄到公開炮軍 那件事就很噁心 我告訴你 我知道整件事在玩什麼 這些噁心的事 我想一件事是 如果你是打算找YouTube Channel 廣告 如果你是根據 我就想知道Google 香港 你想搞這個Marketing 做什麼 如果我這樣公開炮軍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很難看 而且那個標準也好 什麼都好 事前... 不是很清楚的 這個我想 我第一次想跟大家說 這件事是 你Google 你說如果有沒有更多黑暗的東西 我說這件事都蠻黑的 如果大家想聽的話 我可以開一閘的 OK? 開一閘這樣罵人就不太強了 好啦 回到整體 你說幣安那個... 幣安的核數就宣佈不玩 正是去到幣安那個... 儲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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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樹...什麼樹...什麼樹... 我只是講一件事 核數師收得你錢做事 如果你的數字 事事正正正 沒問題的 因為幫幣安或者很多crypto 公司做... 那些交易所做核數的那些人 那些不是大行的 不是Big Four OK? 那如果我... 有這麼大的一間公司上來的 我都想紅的 是不是? 我都想出禮的 但是為什麼法國那間公司 最後就是核數 就是它... 不再幫crypto 公司做auditing 為什麼? 你這個就看到的問題就是 你說幣安是最大的嘛 問題就是幣安是不是真的這麼信得過 我現在都懷疑了 因為你做核數師不會隨便說我不玩的 就是我不做某個東西核數 我不會這樣隨便說 或者是我給你一個核數report OK? 我withdraw withdraw就是我對盤數有保留 其實那件事就很簡單 就是你照長範不用說這麼多的廢話 那個核數師對你盤數有保留 說完 你炒股票很簡單的 你炒股票的時候你看到一個... 你炒股票很簡單的 你炒股票很簡單的 你說我對盤數有保留 不是 講完了 就是你說... 就是... 你看到通常換核數師的時候 就是... 你通常都會講明的原因 就是比如你說 價錢是不對的 或者... 可能是... 純粹是... 就是公司換了裝 換了裝 那就換核數師 那換核數師通常都會有一個主腳的 那些炎舖說 跟管理層沒有異議 OK 我跟管理層沒有分歧 那就完 那件事就完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還很多問題 就是... 趙長盤不是這回事 趙長盤 趙長盤真的不是這回事 那是很大的事 我告訴你 就是... 你怎麼弊安的核數都不玩 你說... 就是... 核的儲備都不玩 那時候 就是你肯定那個會計師覺得 那件事不妥的 那核數師 那核數師肯定覺得... 喂... 不對的 不對的... 它覺得是危機 是專業的 也要說 我才肯定沒辦法 我哪一處市場加工郵器都不管 其實他在看見就是 這個商工業的問題 照片胚柏就有個說法 他在說 那條BOTCHN fut... 不是最好的核數嗎 它就不是最透明 喇 中本聰的理想 Tactile 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 每一組 straighten 我怎麽開呢? 阿水也開過Wallet 為什麽這麼多犯罪分子會用蜜蜜來收錢呢? 蜜蜜的Wallet是Anonymous Anyone can open the wall by himself 如果我的Wallet 左手、右手、左手、右手 我怎麽知道那些東西是真還是假 如果不是那些 那些人說蜜蜜理論上是可以有痕跡有追蹤的 那每張銀紙都有號碼 說真的,銀紙有號碼 你可不可以純粹因為銀紙的號碼 而我可以追蹤到整個交易的詳情 除非你是這樣 每一間公司 我做每一個交易的事 我都會記錄下我收了一張銀紙的號碼 那我就可以知道這張牛紙曾經的旅程是什麽 你做個這樣的實驗就可以了 有沒有人敢無聊呢? 有沒有人敢無聊呢? 好了,我做蜜蜜不是那一回事 不好意思,真的不是 蜜蜜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你說幣安那個核數宣告 說我不玩了 那個很大件事 你跟著你的報告也看不回 那很大件事 那個不是價錢談得不對 是他覺得有問題 他可以害怕一下 所以你說這幾天 你幣安有那個所謂的 復習浪潮 那些炒蜜人就是說 沒事的 FTA出事的時候 那幾幫人都說沒事的 更慌慌 幣安怎樣不信呢? 幣安照長棒 不是西方長大的 我怎麼說呢? 趙長棒 他是加拿大人 但是他生在中國 他在八十年代尾才移民到Vancouver 跟父母一起移民到Vancouver 但是我怎麼相信呢? 趙長棒跟我差不多大 趙長棒跟我差不多歲數 趙長棒 趙長棒1977年出生 他大了半年 你大了半年 你大了幾百 我差不多讀 我小學畢業 差不多畢業的時候才到Vancouver 你覺得他的思維方式 他不會受中國的影響? 我不相信 我對趙長棒不信任 很清晰的 因為我看過 你看過幣安的名字也知道 你怎麼相信 所以你說搞幣的那些傢伙 我這幾年 我對幣的傢伙 我是抱持一個近乎敵意的態度 我就是這個原因 我畫幣的 我畫過幣的 我其實那時候 整班中國人搞畫幣機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那條戲很不忍順 我說 你一個 你整部專門的機器搞畫幣 你把整個 比特幣的理念搞彎了 然後你就越搞越瘋了 那些事情 你大量中國資金危機 然後又要玩越瘋了 中國俄國那些犯罪分子 什麼資金 什麼九死垃圾錢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西方國家 這麼多政府 對索銷幣的東西 這麼多報告呢 因為你玩那幫人全部 你搞得變成西部世界 變成熊方世界 大哥怎麼玩 對索銷幣的東西 對索銷幣最後的核數都沒有 好整齁 所以我現在在想的 就是 你這樣來講 我有一件事 我提醒過 第一 趙長鹏叫人 不要將自己 將這些蜜蜜 留在這個 就是用自己的蜜蜜 現在開始談蜜蜜蜜蜜 其實蜜蜜蜜這件事 我現在就不太生氣了 我可以跟你說 德國這邊的人 我懂得玩蜜蜜蜜蜜 大部份都是蜜蜜蜜 不交易所的 他們是很不信任交易所的 我認識幾個搞幣 他們都 對交易所這件事 十萬個保留 所以我認識幾個 有華裔有鬼佬 有純德國人 原籍原本是東歐那些人 他們都說 他們不會用 自己中心化交易所 他們說真正去中心化 就是自己的蜜蜜蜜蜜 那個就是真是去中心 那個真是去中心 因為你交易的時候 有什麼事 決定交易自己 那些人很愚蜜 那你沒有辦法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 你說 趙長鹏說會不見 那問題是 你的FTX是100%不見 你沒有辦法追反 因為那些錢在SBF那裏 那裏 OK 那我想問你趙長鹏 我憑什麼信你 我沒有信你 說真的 所以我 第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 繼續使用幣的投資 不要再用交易所 我倒轉來說 你用co-order 好過 如果你技術上 不要玩 沒有東西 肯定要投資 我告訴你 真的沒有 正如我現在 你今晚 我是一個 我想十幾年前 已經我會畫幣的人 就是我現在手上 有點幣的 大部分畫回來 幫你 因為我以前畫幣的人 我現在就是不玩幣 你看到我的理念 我不玩幣 我是玩什麼 我玩股票 黃金 為什麼 沒事的 因為你幣的監管 你已經變 還有玩的那群 Player 已經全部變成一群西部世界 紅方世界 我玩來做什麼 OK IT界 其實現在都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每個個都相同標準 很多東西相同標準 就像Twitter 那樣 Eon Musk說自己 幾個言論自由 幾個言論自由 然後有一個人跟蹤他 根據Open Public的Data OK 因為你不開開ADSB 的嘛 ADSB 的嘛 你跟著又怎樣 就Block了別人的戶口 OK 然後別人有些記者批評你 你跟著 你說 啊 然後就Block了別人的出來 搞到歐盟都出聲 搞到歐盟都出聲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IT界的問題 就是很多東西 你口說一個標準 OK 但是因為你會認識別人 你會知道某些東西 結果就是 你做的是另一個標準 結果造成 大家以為你IT公司 或者IT界 你是按一個 Consistent的標準做事 最後不是 然後就造成很大的損失 就是 就好像你剛才說 我Google 香港的怨氣 來自哪裡呢 都 排行榜 就不跟我的事 因為我這裡是德國 但是問題就是 喂大哥 你趙高爾小末 這些放在新加坡的台 你跟著又怎樣 那些人是大連來的 你都可以說 當香港十大台 那你都在玩了 你標準在哪裡 然後你說 不准叫人拉廣告 不准叫觀眾卡廣告 那些人是說明不行的 你升旗而得到 到現在都沒事 喂 大哥 你聽到這麼多這些事情 你會爆機的 說真的 Eon Musk也是 你Twitter也是 然後你說 Facebook我天天罵 陳樹 你也知道我咬夠的 是不是 喂 你會爆的 這個人 因為你表現不堅持 大哥 你還說 我怎麼做生意 全部都是靠關系的 然後你說 你幣安那些 哇大哥 你那個什麼世界 大哥 原來你的核數師不忍信 我說 我擺 我擺那些幣 我擺在你那裡 因為我很危險 不要搞 是 全部去中心化 是這樣來的 那種 現在其實 我會說 你再這樣 Eventory這樣玩下去 整個IT界 整個 我們這些 叫草根用戶 對IT 大公司那種 不信任 甚至是 要求政府 進一步監管 那個是很理所當然的 是很理所當然的事 我告訴你 真的會 因為會爆機的 就是 你這樣搞下去 大家會覺得 你以為 比如說 Cert Engine Cert Engine 我不贊成香港政府 這樣搞 就是 香港國國的項目 但是問題就是 你說Cert Engine 是不是沒有 Manipulate No 我說清楚 雖然我認識 SEO 但是我告訴你 那些 那些 我叫做黑母SEO的技巧 那些 太多這些 就是你變成 你整個網絡都在紅方世界 都知道你怎麼搞 就是你今刻 你又 1997年開始回望興起 OK 開始Nescape Internet Explorer 那些興起 到今時今日 很多年了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大家在Internet社會 結果就是 我在以前 在BBS 看到那些 不幸的 那些 沒有公正的東西 再擴大 就是這樣 但是我想最後的結果 就是什麼 科網 就經常都想 因為當這些規矩 如果最近被人玩爛了的時候 那些人 是會察覺的 投資者會知道的 那沒事了 你科網公司那些 你那時候不斷問人 不斷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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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最後捉爆了 那就是第一次科網 就補了 接著 現在你說會不會 Google Google 會不會最後被弄破了 我覺得 現在是因為 暫時沒有一個技術 可以暫時挑戰到Google 但如果你說Google 那個 sert engine 這麼千瘡百孔 我告訴你 或者裡面有太多 操作問題的話 遲 一些人說什麼 得得高 得得高還未得住 太多東西 跟Microsoft的兵 輪到 Microsoft是另一間 corrupt的公司 我想 會遲了有人 投資另一個新的商人 去挑戰Google 這個地位 因為Google是有問題的 它是Google的問題 比以前Microsoft 更嚴重 Microsoft window 最多 你不會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 你不會 即是 你藍畫面那些 都會爆肌的 但是你沒有去到 影響每一個人的 是謀生人 我想會不會再有問題 但是我 這樣看 現在如果是弊 弊安 其實我覺得 守得住自己的 好有懷疑 因為 你正常 我剛才也說過 你上市公司的 核數師不肯做 你對它的股價 你都想清楚 你跟我交易所 核數師就說 我不做那些 交易所的核數 那你自己想什麼事 你還玩弊 你還玩NFT 你傻的嗎 你是不是傻的 我覺得真的傻的 那些 所以你問我 我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對 我想我過去這幾年 對外面世界的 怨氣很大 你又說 你有什麼怨氣 也不是的 我想我是一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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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ll potato的人 來的 如果 我可以根據 一個 合理的 I follow your rules and can I get my success 那就純粹一個 work heart 或者我有沒有 talent 的問題 OK的 我覺得世界都OK 那我記不如人 我不夠勤勤 那我賺少一點 好合理 現在不是 現在 現在全部都是很多東西 拆來的 我告訴你 遲早這個世界 要的 是不是需要一個秩序重整 會不會最後這樣 我就很懷疑 因為原來 公道難尋的 或者 軟氣當道的 甚至可能你用法律 方法都未必解決到問題 那大家爆機 你說 BFTX FTX你是 你清了本 Put it in administration 你捉住SPF 你有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那些全會的錢 我告訴你 是賺不賺 因為那些錢 我告訴你 SPF都是代罪高揚的 我告訴你 隨時後面那個是誰 我告訴你 然後你說幣安 如果你說 如果是幣安 當然他現在 看來正常 但如果之後有什麼事 你敢不敢擔保 我不敢擔保 所以如果還有人跟你 你說玩幣 那些 我建議你 你不要玩 我現在 這個時勢 就是要跳出 甚至 之後 資本主義世界 怎樣去處理 錢和投資的問題 我很難說 因為你這樣 如果大家 不行 如果全世界都跌 你說股票 股票 股票是不是 每個人都會投資 你那些股票市場 最近是這樣 然後貨幣 貨幣市場 有很多 更政治化貨幣 是一個政治化市場 外匯那些 好了 What is next 那些人覺得幣很像是一個希望 怎麼還可以 現在現在幣 一定出行到市 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建議 如果你還在玩幣 我就建議你全部開開街歷所 向Cold Wall 走 如果你還在玩幣 但是你要預算 如果幣市場出事 會不會有連鎖反應 影響金融市場 影響金融市場 我就很難說 因為這個是bubble來的 已經是泡沫來的 我看到 我不求一招發達的 我告訴你 我是希望這個社會是理好幾多 我不需要跟人爭辯 我都可以 我有這樣的才智 有這樣的才能 我就有這樣的機會 我就可以 衝出去 我是相信這一套的 那不得了 現在是甚麼世界啊 真的很難說 好 第二節到這裡 第三節 香港時間 早上